我們單張的課程只剩下一個CMP 各個Marshall的製程就介紹完了 所以我們下禮拜影片就會放化學機械研磨 因為到目前為止我們從晶圓支備 到清洗製程到加熱製程到電漿製程 離子固執、活墨成績、石科到金屬化 只剩下一個化學機械研磨 等於是把各個Marshall的工作都介紹完了 那我們這裡開始介紹說 要完成一個CMOS的製程技術 整個分類 整個怎麼樣把這些前面所交的各個單張步驟 接續在一起 一般一個CMOS的機械電路至少需要30個光照 數百道 這要再加給你 數千道製程 數千道製程 很多製程不是 實際上的半導體製程技術 不是只是薄墨成績、黃光石科 還有更多的步驟在檢測 所謂檢測是什麼呢 比如說我們講到CMD的章節 需要薄墨成績 薄墨成績完之後呢 就需要經過一個厚度檢測 要測量說你疊了薄墨的厚度有沒有達到預期 每一道步驟的薄墨成績跟薄墨石科 都有檢測站點 都會有檢測站點 檢測站點也屬於製程工序中的一個環境 不能夠 不能夠隨便你想疊了吃了 可是你不檢查 你的薄墨成績的厚度有沒有準確 你薄墨石科有沒有石科到位 都需要檢測 所以檢測的站點很多 檢測的站點很多 所以零因種種所有的檢測站點 還包含所謂的低肺 缺陷 甚至很多particle 美國一站到去檢測一個particle 看微粒的汙染數量有沒有變多 因為微粒的數量如果變多 就代表這台機台需要清洗了 怕就弄太多的貨 繼續有新的wave過來 可能會有更多的particle 落在上面 你的量率就會大幅下降 所以機台每過一段時間也需要PM 也就是需要維護 需要重新清洗 避免你的微粒汙染再上升 好 那整個機體電路製造過程的大致可以分為三個區域 第一個區域叫front end of line front end of line 就是前段製程 翻譯就叫做前段製程 前段製程主要包含wave 前段一拿到之後 首先會進行的就是主動區域的形成 Active area 我們一般簡稱AA區 AA區指的是Active area 主動區域 主動區域 Active area 主動區域的形成 是指Isolation 因為當Isolation做完之後 Isolation跟Isolation之間的地方 就是你原件的主動區域 原件主動區域形成之後呢 接著就要製造出所謂的景區 這個景區指的是 我在Mospat在製作的時候 N型Mospat需要P-subtrain P型Mospat需要N-subtrain 可是我們的基本只有一種 那怎麼辦 就只好額外去景區部的殘長 讓N型的Mospat有一個P型的景區 P型的Mospat有一個N型的景區可以製造 這後面會介紹到 等景區所有的離子不止結束後呢 下一步驟就是要雜極堆疊結構 也就是Gate Asset跟Gate Gate Asset跟Gate成績完之後呢 就開始要圖案化石的 形成電晶體的雜極 然後再用離子不止的基數去形成原極跟極極 所以前端製程做完之後 所有的摻打完成 那就前端製程結束 前端製程就是所有的離子不止全部都做完 甚至都熱退火修術完成後 接著要開始進入到金屬化步驟 Metal automatic Metal的部分呢 主要就是前端製程有介紹過 在金屬化製程都介紹過了 在Tontay的地方 在Salt-Dread跟Gate的表面的地方呢 因為它最後要接金屬連接線 那就會形成金屬半導體的金瓣界面 那理想的金瓣界面是一個Sharky的二級級特性 那為了要達到非整流特性 我們需要一個熱退火 把它金屬化 所以就會有自活對準的金屬細化物製程 這個我們在金屬化的章節 上禮拜的影片 上上禮拜的影片就有提到 從早期的凱天涅絲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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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溫度可以越來越低 可以降低金屬細化的溫度 然後呢還包含了Count-Tain的步驟 從金屬細化物到Count-Tain的形成 然後接著開始Vier Vier的形成 而我們金屬化的時候講到 Vier的形成是吃完你的洞之後 Vier是用Tonstant 但是Tonstant的成績 我們在金屬化的步驟講到過 它的原材料是WF6 會產生很多的佛出來 佛會傷絕圓層 會傷二氧化吸 所以你要在CVD污之前呢 要先把絕圓層保護 用的是什麼 氦跟氮氦 TI跟TIN TI是用來附著的 TI是用來阻擋佛的 阻擋佛的侵蝕 我們在上禮拜的情況介紹過 等部成績完之後呢 接著就會介紹下禮拜的影片 會介紹到的CMP法 磨平 磨平完之後呢 第一層的Metal of Line結束了 之後的步驟 正式為Back-end of Line 後段製程 後段製程 嚴格說起來 有很多單位會把 從Metal開始就叫做後段製程了 在這本書裡面 它分三段 前段 金屬 跟後段 但實際上很多地方直接把Metal 就直接歸類到Metal of Line 不見得會分三公分 後段製程就是為了什麼呢 金屬連接跟鈍化 所謂鈍化就是保護 保護好整個元件 好 以上是傳統CMOS 邏輯電路的製造過程 那如果是Fresh Memory跟DRAM 會有其他的製造技術 會有其他的需求 因為它的元件結構 會比較不一樣 因為既然是機體 機體的電路裡面 會有許多所謂的Wall Line B-Line 位元線 跟自圓線 自圓線就是Wall Line 那B-Line 在交位元線 自圓跟位元 他們是一個矩陣結構 如果有學過 記憶體電路的人 或者知道 沒學過的人 就算了 你只要知道 製造技術跟合員 他們會有額外的需求 這個是看不同的公司 會有不同的需求 那我們還是鎖定在CMOS 邏輯電路的製造技術 那目前CMOS WaferSTAR 從晶圓拿來的時候 一般都會使用P00晶面的Wafer 在之前跟各位介紹過 在加熱製程的時候 跟各位介紹過 介紹過什麼呢 不同的晶圓面 原子密度是不一樣的 原子密度越多 你熱氧化結束後 你出現的懸浮件 出現的缺陷也會比較多 所以一般對於CMOS 我希望我的缺陷比較少 會使用E00的面 是因為它的原子密度 這個面的原子密度 是比較少的 所以熱氧化形成絕圓層之後 絕圓層跟細晶圓的接面處的斷件 不完美間接會比較少 特性會比較好 但是如果是要高壓元件使用 就會使用E11的面 E11的面 主要是給高壓元件 大電壓來製作 因為原子密度高 那你的電壓就比較高一點 這是為了耐高壓 為什麼這個 那早期在BLS3的年代呢 電子學過 電路設計主要仰賴的是BJT電頂體 跟Modspat電頂體 這兩種電頂體 那一開始最早是BJT稱王 那現在是Modspat無霸 那中間有過渡期呢 就發展出了所謂的 百CMOS技術 這在各位目前現在的年代 這是古董 現在幾乎 應該講 在一般的類型電路跟邏輯電路 幾乎不再出現百CMOS技術 而BLS3的整個發展技術 從來也現在都沒有再考慮BJT這個東西了 整個自成技術就是以Modspat為主體 所以現在從早期的擺波拉 到後來的百CMOS 到現在就是純用CMOS技術 尤其是為了省電跟縮小面積 為了省電跟縮小面積 這兩大需求 CMOS完全插打百波拉 完全的大班的百波拉 所以百波拉現在應該要跑哪去 只有在特殊應用的電路 才會使用百波拉連接 好 那一個最簡單的NMOS 就是你要做出一個NMOS 不要說近點路 做出一個NMOS電晶體 就需要五個微移步驟 所以製造一個電晶體 基本架構的電晶體 傳統電晶體呢 需要做五個微移步驟 所以如果各位在學校的研究領域 是屬於要是做NMOS電晶體的話 你的防空步驟至少需要五到 當然學校沒有那麼講究的話 如果你想要很快可以做出電晶體可以量 不管科型好不好 最快的做法一到 這是在我們當學生的時候為了審視 為了減短Learning Cycle 我們後來使用一到MOS電晶體的資深技術 這個資深技術是 你可以很快的先看一下電晶體的特性 但是特性覺得不好 但是你可以先比較一下 驗證一下你的想法 怎麼做 後續如果我想到 我要告訴各位 我們先把傳統的介紹 正統的講 我們再講邪道 學校正利用這麼爛的環境 如何可以快速的省錢的方式 做出電晶體 就是有旁門做到的 我們現在這裡不講旁門做到 我們來講光明大道 傳統一般的MOS電晶體 至少需要五到位置製程 這五到位置製程呢 分別是要形成主動區 形成炸雞對比 也有Gate 要形成出來 它配要有跟最後的配合 需要完成這五個東西 1 2 3 4 4大 主動區 炸雞 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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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屬跟配 OK 其實這兩個可以 如果是學校的話 可以省事 容易到 所以學校要做的話 四到六可以 它可以把這兩個 變成同一個 可是如果是機體電路 就沒有辦法 因為機體電路需要連接線 機體電路要連接線的話 在最後配合之前 會有拉線的 黃光要做 如果要做成電路 要做成機體電路 就需要有緊急拉線 如果只是單純一顆電競體的話 四到六可以 就不需要這一道 或者是說 應該說這兩道可以合併成一道 傳統 all space 只要單做電競體 四到黃光就可以 要做成電路 至少五到黃光 這樣子 那 早期的CMOS電路 至少需要八道 為什麼需要八道呢 因為是CMOS 所謂的C 它是 complementary的意思 就是互補式 什麼叫互補式 什麼叫互補式 電路裡面同時有N有E 同時有NMOS 跟PMOS 就叫做CMOS 如果各位在做實驗的時候 只單純製作NMOS 或單純製作PMOS 那就是單一的MOS配 那你一片Web上面 同時製作NMOS 跟製作PMOS 那你就等於製作CMOS 這支撐進去 那自然是CMOS要有N有E N型MOS需要P型的基板 P型MOS需要N型的基板 那只要用頸區來取代 才會這樣子 那此時呢 N型的SoulDrape 需要N型的光光 P型SoulDrape 需要P的光光 所以在Tinker的地方 又需要一個光光 你要同時做N 同時做P 你就會增加許多的離子固域的倒數 因為NMOS需要的離子固域的種類 是不一樣的 基板類型不同 SoulDrape的類型也不同 那其他的可以共用 比如說主動區的光光可以共用 雜疾的光光可以共用 金屬可以共用 尖觸可以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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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唯一不能共用 就是離子固域的時候的餐雜疾 是不能夠共用光光的 好 這是非常早起非常粗糙非常難看 不要下膝下前的 的MOSFET的結構 這是一個單純的N型MOSFET NMOSFET需要一個T型基板 然後呢它的受罪是N型半導體的餐雜 然後呢 有MOS的電容結構 然後受罪餐雜完之後呢 有Perservation PSG包裝好之後 開Contact洞 Contact洞 弄完之後呢 就會有金屬化製程 然後最後這個元件袋 把它封起來 用當畫器封起來 當動畫牆 好 這是早期的 單一HMOSFET 那如果是CMOSFET 我必須同時有NMOSFET 同時有PMOSFET 可是基板的種類只有一種 我們在拉筋那個章節 晶圓製造章節就介紹過 晶圓在拉筋 在拉筋的過程中 本身就在餐雜 晶圓 晶圓拉出來 裡面就已經有餐雜 晶圓 它是NSP 是多少個部份 就已經決定好了 所以晶圓買來 它只會是一種單一種類的基板 比如說我買來的是P型基板 那拿來做MOSFET 它只能做N型MOSFET 可是我必須還要做P型MOSFET 怎麼辦呢 我就必須要把其中一個區域 先用離子物質摻雜 形成一個景區 稱之為WARE N型半導體的一個景區 稱之為NWARE NWARE N型的景區 在N型的景區 背景濃度都換成N型半導體的情況下 才可以在這個區域上面 製作P型MOSFET 因為P型MOSFET 需要N型的subtrade 但是我們買來的subtrade也是P型的 所以要製作P型半導體 就需要給它一個景區 給它一個景區 這個景區的達成 還是要靠參加 靠離子物質 一個CMOS製成技術裡面 離子物質的倒數非常多 非常多 所以一個 一個廠序裡面的離子物質激汗 隨隨便便就二三十台 幾台以上 因為離子物質 大部分都是單片製成 一次大一片 那一盒貨一批貨就二十五遍 各塊有很多批貨 那你如果就只有一台在做 哇 那你等到真的是 你等到十一台 那個iPhone都出不了貨 所以同樣的機台 會買二三十台在那邊 一起裝 然後呢 CMOS來了 既然CMOS同時製作 NMOS跟PMOS 在同樣的上圈裡面 它需要額外的景區 然後呢 原件跟原件之間 又需要Isolation 而我們在前面 好幾次介紹過 在時刻上前也有介紹過 Isolation 又分兩種 在點三五製程以前用的是Locos 點二五之後用的是STI 而Locos跟STI的分件也是一個關鍵製程技術 叫做CMP的發展 化學機械研磨 因為有這種平氮化技術的發展 才可以從Locos變到STI 那Locos之所以會被淘汰 就是因為它的表面高低落差太大 它會讓整個晶片表面的高低落差太大 而且它會有鳥嘴 鳥嘴會造成Nerowiz effect 原件物理上會出現一個 鳥嘴所造成的Nerowiz effect 那這也是我們的詳細言 然後呢 原件跟原件之間的隔絕 除了使用Locos之外 在Isolation區域的下方 還會打一個Isolation的離子不及 還會打一個Isolation的離子不及 因為這裡是N型半導體 它想要跟旁邊的Morzfet要斷絕的話 最好這裡打一個P Plus Super 為什麼呢 我們之前講過 也沒有講過 原件物理的詳細言 在原件物理的告訴我們什麼呢 PN Junction 基本上任何一端有電位 它都可能會生成另外一端的電位 而電位的影響透過什麼呢 是透過控發區 只要在控發區內 就會產生電位的變化量 所以你要讓這裡的原件跟這裡的電位 盡量不要互相干擾到 你就盡量讓PN接面的控發區越窄越窄 因為控發區越窄 你電位能夠變化的範圍就比較窄 那中性區呢就可以安然無恙 不受到電位的影響 所以通常會打一個很濃的離子固執 來形成什麼呢 很濃的PN將選讓控發區縮減 使得這裡的控發區 P瓜是N 控發區主要落在N 而P這邊呢 控發區又很少 所以這裡的電位 怎樣都不會隱藏到這邊的電位 所以打離子固執 Locos是在物理上形成isolation 打一個離子固執 是在電信上 也可以形成isolation 所以這會有一個isolation的incred 在isolation的地方 所有的製程結構都是為了原件電特性 所有的製程的目的都是為了原件電特性 電特性才是最主的一規 好 好 那現在所以首先呢 所以這時候我們開始要介紹到 晶圓的整個機器進入加工中 第一道路盒就是isolation isolation 整個CMOS製造技術當中 第一個遇到的路盒 應該說每一段我們要稱之為路盒 在業界的裡面就是一個路盒 就是要完成整個結構中 你需要好幾道這個步驟才完成它 首先isolation的發展 可以分為三個區塊 第一個稱之為長氧化成 Fiorasite 這是最早最早的 這再來才是所謂的local阶段 以及到現在最新的才是用 STI的發展 那Fiorasite這一部分呢 我們在加熱製程的時候也介紹過了 忘記了剛剛回去再翻影片 好 Fiorasite Fiorasite 在學校最常使用的isolation的方法 它做的是什麼呢 我看一下看看 賓家版 比較賽最簡單的做法是什麼 整個WAVer買來 表面成長一層厚的氧化層 然後呢要在製作圓件區的地方呢 把氧化層呢10顆掉 10顆掉 就當做isolation 所以它的isolation只有在上表面做isolation 晶圓下面沒有任何isolation 它的isolation只在表面的地方 所以它其實就是 Second Subtrain在這裡 然後呢它成長一個很厚的氧化層 這個厚的氧化層就稱作為長氧化層 我們剪鉗叫做FOX FOS 長氧化層 叫做長氧化層 然後呢要再製作電晶體的地方呢 把長氧化層10顆掉 把長氧化層10顆掉露出細表面 就是拿來做電晶體的 這個地方就可以做一個電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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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所以它的isolation完全只在 晶圓表面以上方做isolation 做圓件與圓件前合決 但是在下面呢 沒有可決 下面並沒有可決 因為他們的表面 他們下表面沒有任何isolation 下面沒有任何isolation 只有在上路做isolation 那這種粗糙的做法 主要就是在學校在做 學校在做實驗的時候 沒有那麼講究 最重要的是有這種做法 好 所以早期是用長氧化層的做法 就是這樣子 長氧化層 直接長氧化層 後氧化層 然後呢 把原件的主動區的區域的 威拉臺實驗量就可以了 那長氧化層是早期很粗糙的做法 目前就是學校在用 那後來出到Locos Locos就是四微底元件 通常就是小於MICLE等級後 一直到.35製程的時候 就開始改採用Locos 他會取代傳統的長氧化層 也就是課子上面寫的覆蓋液化層 那覆蓋液化層有很多的缺點 有很多的缺點 那這些缺點呢 大家自己看看 那 呃 然後呢 然後呢 長氧化層結束後 這個時代結束後就開始進入到所謂Locos 就變成我的Isolation 是上下都要Isolation 那怎麼做呢 之前介紹過很多次Locos的資生技術 Locos呢 就在局部的地方 讓矽晶圓氧化 氧化是會向晶圓下表面開始氧化下去 氧化或者會消耗掉 以矽晶圓上面的矽 能源材料就是矽晶圓 會被消耗掉 那氧化系是用來阻擋氧化的 之前曾經也考過氧化的機師是什麼 是氧跟系 反應的二氧化系後 後續的氧再融入到表面的二氧化系 融入進去然後擴散下去 再跑到新的系的表面後 再繼續氧化 所以氧化是一個向下步驟 氧化一直往下 一直向下面氧化氧化 但是氧化系的體積比較大 所以氧化完之後呢 體積會膨脹 體積會膨脹 所以最後氧化出來的氧化物的表面 會高過於細晶圓表面 但是下面呢 一直向下氧化 下面也會被氧化到 所以氧化系是用來阻止氧化的 有氧化系蓋的地方 就不會被氧化 所以要形成local 長氧化的地方 就要把氧化系給食喝掉 氧化系食喝掉就可以去氧化它 所以呢 就會使用氧化系 但前面就跟各位介紹過 氧化系的層積會產生很大的浮墨硬力 為了舒緩這個硬力 氧化系的淺深一定會成薄薄的 趁電氧化成 舒緩硬力 用物力是為了舒緩硬力 所以 P型機能裸金 貝爾斯里克 買來 清洗完之後 要沉積氧化系之前 先 先成長 趁電氧化成 然後再利用LPCD 沉積氧化系 氧化系 氧化系做完之後呢 要做Isolation的地方呢 就使用光照 10顆 10顆氧化系 被10顆氧化系的地方 就是要拿來做成Locos的地方 所以氧化系被去除的地方 之後就會氧化成Locos 然後呢 所以10顆氧化系之後 再把光阻清洗掉之後呢 前面講過 Isolation不只是Locos Locos下面還有 所謂的高餐長 來做電性的 PN Junction Isolation 所以 在長氧化成之前 會先把離子不值大 因為性表面 打離子不值容易 當你成長氧化成之後呢 氧化系的 阻擋離子不值能的力比較強 而且你長出來又很厚 如果你是在長氧化成長出來之後 才打離子不值的話 你的離子不值的能量 就要很大 否則打不出來 就像這個 這個要形成高餐長 它是在形成Locos氧化之前 就先餐長的 因為這時候比較好餐長 如果你是在長完Locos的阿載之後 再打離子不值來形成它的話呢 你要打的深度就要很深 而且這個二氧化系 阻擋離子不值能力比較強 而且在打的過程中 也會消耗掉部分的離子不值 留在二氧化系裡面 那這是我們不要的 所以呢 在點跨之前 離子不值會先做 離子不值會先做 所以你會看到 淡化系十顆料 露出了 露出了阿載表面之後呢 在長Locos之前 我就先離子不值 這個離子不值就承認出來 我們要把Isolation Imprint Isolation Imprint 所以Isolation Imprint 打下去 不要客氣 打下去 Isolation Imprint 打下去之後呢 接著就是氧化 因為氧化的厚度厚 所以通常會使用 VR Sination 也就是氫氣加氧氣 而不會使用乾氧化 前面講過 所以我所謂的乾氧化 你只好 但是厚度很高 成長速度很慢 所以這種長厚的氧化層 會使用VR Sination 在加入的時候 會使用VR Sination 濕式氧化 VR Sination 就會氧化出一個厚的氧化層 然後呢 因為氧化是一個等向性支撐 所以它不只是下面的氧化 連側面都會跟著氧化 就會形成所謂的鳥嘴 因為VR Sination 鳥嘴結構就會形成 因為氧化會四面八方的氧化 這樣子 好 氧化完成之後呢 接著去除氧化系 在10顆那個漲節介紹過 氧化系怎麼去除 因為是整片剝除的製程 使用的是氏式氏科 氧化系的氏式氏科 氧化系用的是什麼 熱磷酸 熱磷酸 忘記了回去看10顆符咒 熱磷酸泡下去 整個氧化系會剝除 氧化系剝除之後呢 上面的氧化系也想要剝除 用什麼呢 用氫化酸 稀釋的氫化酸 就可以再放這個薄薄的二氧化系 也就是前面所講的 襯電氧化層 再把襯電氧化層死掉 只是在試測的過程中呢 LOCOS也會損耗一點點 但是這個R彩很薄 這個R彩是很薄的 所以呢 氫化酸或BOE一泡 就露出來了 所以這樣子就是 整個Isolation Loop 所以經過這麼多步驟 終於完成了第一個旅程碑 Isolation Loop 整個機體電路的製造過程中 從頭到尾的製造當中呢 它會執行好幾個路盒 每一個路盒 就是完成一個 指標系的目的地 比如說這個製造完之後呢 你主動區就行下來 因為絕圓區應該說 我們是要做絕圓區 那絕圓區一行成 就等於是把你的主動區露出來 就要蓋樣子之前要先整齊 就整齊就整齊 整齊完了 好 那後來還介紹一些 有辦法改善鳥嘴的做法 改善鳥嘴做法 還有有一些說法 各位回去給你們看 那目前這個 有在做Locos製程步驟的 大概就只有 臺灣半導體中心吧 以前的NDL 他們的標準製程 他們的6吋跟8吋的標準製程 還是用Locos 那他們用的曝光機還是i-Line i-Line就是最小可以付到點3的 所以他們用的是Locos的製程 好 Locos介紹完之後 現在要找到最新的 點25之後呢 就從Locos降到STI 就走到STI 那STI就可以 為什麼呢 Locos有一個很大缺就是鳥嘴 你鳥嘴值得再怎麼改善呢 過度過度還是有 他第一個缺點是鳥嘴 鳥嘴就等於是讓你的主動區 變得比較小一點 第二個是什麼呢 第二個就是 他會產生很大的高低差 在晶圓表面會產生很大的高低落差 高低差會比較變得 比較不定態 所以呢 就開始使用STI 開始使用STI 你會看到Locos是當 縮小到點5 接到點35都還在用的 接著 接著開始就要使用STI 所以我們接著來介紹STI STI的製程步驟 一樣還是需要靠那一船 而那一船之前 為了要減緩硬力 趁電氧化層再出現 所以清洗完之後 成長趁電氧化層 沉積LPCV電那一船 然後呢在Isolation的地方 把STI的光照拿來看低到濃光 所以低到濃光 所以低到濃光是拿來做Isolation用的 所以低到濃光Isolation 鋪完工之後呢 把Nitride給10顆掉 10顆完Nitride之後呢 一樣繼續10顆阿載 繼續10顆Slick 單式10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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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的10顆Slick 用的Recipe不太一樣 各位回去可以看到前面的10顆章節 乾式10顆用的不同 而且這也是單晶系 在單晶系的10顆 前面用的之前 在10顆上介紹的是什麼 應該是鋸 對不對 應該是用鋸 那多晶系雜體的10顆 那時候用的就是綠 那這也是用的是鋸 HPR的氣體來做乾式10顆 整個支撐整合 都是要把前面所教導的 各位的每一段Module 要開始拿來做 所以做10顆的人 他也要看 你這隻10顆什麼材料 他要選擇不同的Resume 不同的步驟 不同的地方 同樣他是都在做10顆的人 他就會開始尋用不同的支撐技術 所以 都是乾10顆一路乾10顆下去 一路的飛等向近10顆 把凹槽挖出來之後 就可以把光柱去除 光柱去除 然後呢 接著呢 挖下去的凹槽 一樣 要填絕圓症 可是要填絕圓症 之前呢 一樣 把你的Isolation Input 打一打 所以會先打的Isolation Input Isolation Input 打完之後呢 接著就是 沉積這個長氧化成 因為原件跟原件 直接要Isolate 就是用長氧化成 要用的是沉積的氧化成 那之前講過 要填這個洞 原件越做越小 Isolation越來越窄 填洞能力要越來越高 所以填洞能力要好 就開始選用什麼呢 就開始選用所謂 要不然就用TILS 表面嵌移率好的材料 要不然就是用什麼呢 HGPCBD 來做填充好的 好 所以CPD填進去之後 就要小心有孔洞的發生 孔洞這個如果 這個洞很大呢 就很好便 那用一般的PCB就可以了 那如果很窄的話呢 那你就可能 就可以用Silen-Asset 你可能原材料 就要從Silen加O2 改成什麼呢 改成TILS 或者是再改成用HGPCBD 那這個洞填完之後呢 這個洞填完之後 它又上光阻想幹嘛 洞填完之後才上光阻 這不需要光阻嗎 多止一舉 不用理他 這個地方更不需要公主 真的是 不懂事 來 絕運填填進去之後呢 基本上把它洞填滿了 但是填完之後 表面也高高低低了嘛 表面也高高低低 這時候就會使用化學氣體聯膜 把它磨平 磨平 磨到哪裡呢 磨到Nitrine 磨到Nitrine的時候 被Nitrine擋住 所以就把它整個磨平了 磨平 用CNP的方式磨平 所以使用STI 開始使用到CNP 所以磨平之後就變這樣 磨平了 磨平 磨平完之後呢 記得就要把氮化氣給撥除 一樣熱磷酸 熱磷酸氮氮化氣就 撥除掉了 撥除掉之後 為什麼又要再上光阻 他怎麼亂愛上光阻 他怎麼亂愛上光阻 他怎麼不需要上光阻啊 不需要上光阻啊 他想幹嘛 回時刻 這個地方其實沒有避掉 好 這邊赫爾他上光阻其實為了什麼呢 光阻塗布 因為光阻是旋途的 他是旋途上去的 所以最上面的表面會是零的 會是零的 會是零的 因為你的表面是一個平衡表面 那接著你的回時刻 你就必須要用一個 沒有選擇筆的時刻 沒有選擇筆的時刻 除了沒有選擇筆的時刻 他是光阻跟思覺 整個速度是一樣的 這樣才有辦法讓整個平面 因為光阻塗完之後 是一個平衡的表面 而我選擇的時刻 是無差別的時刻光阻塗 去零化成的話 我才可以等速度 以及時刻 把整個表面都時刻 去彈得下來 然後時刻表面的平衡 基本上他不敢時刻到這裡 他頂多把表面弄得 在平衡一點之後 就夠了 就可以再把公主給 給洗掉 他其實是為了要怎樣呢 把這個突出來的高度 縮小一點 他只是為了做這件事 但是這件事情呢 基本上 對於我們台灣人這麼努力 這麼多人賣乾賣血的節目 你只要把淡化戲薄一點 因為這裡的高度最後磨下來被擋住 所以這裡的高度頂多 就跟淡化戲的厚度差不多 所以你只要淡化戲越薄 這個突出來的厚度也會比較少 那淡化戲的厚度是用來幹嘛呢 阻擋CMP的 所以你只要群測群力 把CMP的人叫來 好好的磨 說你不能磨太多 我只讓你磨幾個Nanometer淡化戲 你不要給我磨破喔 他只要一說OK 馬上就說 我馬上就可以跟國某的人講 CMP買單了 你這裡賺點高度就可以了 那我這個的 我這個CMP完之後 我這個突出來的高度就 就變得很耐 就OK了 誰要做這件事情 自稱整合的人要幹這件事情 管這個Loop的人要去協調這件事情 因為整個Loop的任務 自稱整合也不是一個人 什麼不到尾喔 不同的單位他們不同的Loop 每一個Loop是一個單位的人在領的 那甚至人收少也就是一個人 一個自稱整合的工程師 他要顧一個Loop 每一個工程師要顧一個Loop 從STI Loop 到Gate Step Loop 到Content Loop 到後段Loop 分好幾個Loop 群色群零 一組小位大約四到五個人 而Loop大概就分四個Loop到五個Loop 所以人人分一個Loop 一般一個自稱整合 或是至少要顧一個Loop 至少顧一個Loop 所以從金圓買來 到海鎖裡做完 一個自稱整合 是要完全去折 而如果今天長官開爛 這突出來抬頭 他就要想辦法把這個Loop 而Yaba就需要誰的配合 按剛剛技能步驟來講 我可能需要CMP的幫忙 我可能需要SIMPIN的人幫忙 就不實在 就知道現在智能整個要幹嘛 夠難怪 要出數的去打電話 還要希望人家可以摔你 這樣子 然後最後就活成這樣 但實際上不會這樣 實際上一定會突出來 為何凹下去 寧可說出來也不要凹下去 因為凹下去萬一沒有愛吃的意思就差散 看一下 我記得 怎麼了 你網路 我是寧可講 我真的沒有辦法直接 好吧 你看個特別是什麼 直接找幾點圖給你看 實際上的SEI都是會比平坦的表面再高一點 它不會凹陷下去 凹陷下去無效 所以 這樣子就完成了Isolation Loop 其實到這裡只要把NITO剝掉 RT使用掉Isolation就完成了 那至於這個高度是否要再更薄一點 它用的方法是懸圖一個材料 然後呢 然後呢沒有選擇給你把它吃飽 使用這種做法它要去拜託的人是誰 如果要這種做法 如果是在這種做法想辦法把它讓正高度調價 它只要拜託斜梯的人 但如果是用這種做法的話它要拜託的人是誰 它要拜託的人就是死磕的人 而且是Dry Edge的人 還有黃光的人 所謂但是怎樣呢 H能量要找到懸圖的材料 跟你RSI的材料 時刻率要一樣 這樣才可以一起往下抵擔的時刻下來 那你就要拜託什麼呢 拜託時刻的人 有沒有什麼Racer 你是可以吃RSI 又吃另一個材料 而另外這個材料 可以靠懸圖的方式塗上去 那前面我們在CB1章節介紹過 還有一種懸圖法叫做SOG Spin on Glass 它也是可以讓 RSI 用懸圖的方式懸圖上去的 也可以 所以也可以用什麼呢 不是用光組的方式也可以 也可以用什麼SOG 當然光組也可以 那如果是光組呢 大家要知道 不同的曝光機械 不同的曝光程式 就印到光組型號不一樣 光組是常電裝聚合物沒有錯 但是裡面的成分還是不太一樣 因為裡面還有感光劑 還有樹脂 聚合物之類的 所以不同的光組 我同樣的時科手法 時科並不見得一樣 所以如果你要用這種 回時科的做法 不是用CMP喔 是用時科的做法去 把它弄得更平坦的話 你就要打電話去拜託 時科的人幫你做 所以你會選擇哪一種 那 選擇E 關係比較好的 你跟CMP關係還是跟時科關係比較好 選擇2 叫老闆出來看 其實最後都是選擇3 哪個最有效 哪個最省錢 因為最後是成分考量 成分考量 好 所以 點35之成就是locals跟sti的分界線 點35 以前是用locals 點35之後 點25之後呢 就是sti 好 那 因為尺寸越小 我們就希望表面越平坦越好 因為表面越平坦 在曝光的時候 resolution才會好 因為前面講過嘛 resolution要好 你的景深就不會很大 你的景深就會很長 那景深展也要神像清楚 你的光綠厚度就要很多 可是如果你的經緣表面高低落差大 那你的光綠的厚度就會有局部很厚 局部很薄 那對曝光時候的解析度就會不好 所以高解析度的曝光都希望有平坦的表面 需要有平坦的表面 locals就會被淘汰 所以locals後來就是敗在他的表面太不平坦 太不平坦 所以才會被sti所取代掉 然後客管來多做一些其他的小補充 我們可以再看一看 那fresh memory 有fresh memory 要去 fresh memory 要去更多 我現在是密碼 好 SER loop 完成之後 要做isolation loop 完成之後 第二步驟 下一步就開始要進入到景區的行程 也就是開始要打一連串的離職務次 最好的第一道光光是為了isolation用 而第一道input isolation如果要打input的話 你最早是為了isolation 但是isolation結束之後 接著要開始形成 會有景區 那景區就是要將整個 晶圓表面局部的區域 全部把它重新摻雜化 也就是創造出一個新的態度 比如說p型mortifate 你要形成有一區 全部都是n型半導體的區域 你就要靠離職務次 好 所以呢 如果今天我買了一個p型mortifate 可是我在p型mortifate上面 要做p型半導體上面 做pmortifate的話 我就需要哪一個景區 那打這個景區呢 就需要有一個高能量的離職務次 因為這個景區要能夠cover整個電晶體 整個電晶體的所有程度都要打得到 所以就是要打一個well input 打完well input之後呢 要熱退火 熱退火的過程中 除了活化它 它也會擴散 它也會擴散形成景區 變成這樣子 好 所以呢 我們這邊休息一下之後來講景區的製造流程